民潮令到學童人口進一步下跌 消息說下學年九龍城區 估計有大約550個過程中一學額 多間學校可能要熟辦 神院同報道 教育局預告中學適齡人口 將會出現結構性下降 率先決定農場觀立中學下個學年起 合併入九龍工業學校 根據政府推算 明年適齡讀中一的有63,000多人 之後的兩年會升到大約7萬人 但是2025年開始 急跌到只剩下大約6萬人 不過學校收生不足的危機 可能更加快殺到埋身 據了解區內有多間名校 一直供不應求的九龍城區 2022至23學年 會突出大約550個中一學額 以一班25個學生計算 全區可能會少22班中一 有九龍城區中學的校長說 移民潮持續 相信實際的過程學額 可能會更加多 教育局希望合併學校可以起到牽頭作用 有校長就覺得對於學生來說 未必是最好 無論是適應各樣東西 每間學校都有它在建立的時候的特色和文化 在這種情況之下 經過的家長的選擇 學生去到所謂學校的學校 其實也有他們的原因和選擇 他認為當局是時候考慮減少每一班人數 令到學校可以更加有效地照顧每一個學生 有線電視機就一齊 有線電視機就一齊